你要死,你就死 你要跳,你就跳 谁不会拦住你的 我们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朝鲜前线连连败退 弄得股市喋喋不休 再这样下去 巴特勒重券行就该关门打击了 巴特勒先生念了几个公司的股价 很失落地说 庞特小姐 恐怕以后用不起你了 什么生意都没有 连你下个星期的薪水都发不出来 庞特小姐笑 不要紧不要紧 我们女人嘛 总有办法生活下去的 话音未落 一个擦窗弓翻了进来 巴特勒重券行的这扇窗户 是他今天擦的最后一块玻璃 按惯例 需要房内主人签字确认 巴特勒先生眼皮都没抬 接过来滑了滑了 又随手丢开 就在这时 那擦窗弓进原路返回 往窗户走 巴特勒先生咳嗽一声说 别搞错了 门在左边 我要提醒你 这是42楼 不是2楼 擦窗弓面色凝重 很认真地说 要是您不反对先生 我想从窗户出去 实话告诉你 我已经没门了 巴特勒先生这才反应过来 他是要跳楼 哎呀哎呀哎呀 这可太有劲了 别忙跳 有什么伤心事 出来听天 说着 巴特勒先生拿一把青鸡蛋盘香烟 递给他 一整包都送他 擦窗弓抽了一根说 谢谢你先生 我抽最后一根 反正到那边就用不着抽烟了 三两句话一聊 气氛开了 巴特很和善地问 干什么跳楼呢 失恋了 还是离婚了 擦窗弓蹭了一下爬起来说 都不是 我能干27种活先生 从挖土 气墙 到锯木头 装电灯 凡是关于盖房子的事 我都会 可是这些年 到处都是造军火 哪还有人盖房子呢 就说这擦窗户吧 一年就一次 干完今天 我就又失业了 说着 擦窗弓把烟头一掐 转身就去拉窗户 巴特的先生忙拦住说 别忙别忙 反正我也没事干 再聊一会儿 那么 聊点什么呢 巴特的先生 点上一根雪茄问 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擦窗弓从怀里 磨出两张照片来 一张是上了年纪的母亲 一张 是被骗到朝鲜战场 当炮灰的哥哥 说起来 他跳楼也不仅因为失业 政府的中兆通知已经下了 下个星期 他也要去当跑灰了 可是他想来想去 与其被骗去战场上送死 还不如自行解决 巴特的先生叹了一口气 问 那你不考虑下你的妈妈吗 她不是太可怜了吗 擦窗弓掏出那张勤款单说 我给他留了今天擦窗户的工钱 巴特的先生摆摆手说 只够生活一天呢 他将来怎么办呢 还是要没饭吃的呀 擦窗弓低下头说 就是为了不要往这上头想 我才决定借您的窗户用一用 谢谢您的香烟 再见了先生 听到用一用三个字 巴特的先生眼睛里 煞是射出两道金光 他一个肩膊把擦窗弓拽下来 很急切地问 你叫什么呀小伙子 擦窗弓弄了弄说 查理坎特先生 巴特的先生喜笑颜开 把坎特扶着坐下来说 你动我三分钟 说不定我能为你家里做点什么 坎特急了 先生 你千万别想什么花样 拦着我跳啊 什么花样 你的身体是属于你自己的 你要死你就死 你要跳你就跳 谁不会拦住你的 我们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好 你等着我三分钟 眼见巴特的先生出去打电话 庞特小姐赶紧过来看着 生怕坎特一不溜身溜了 坎特安慰说 小姐你别怕 我都要死了 还在活着三分钟吗 庞特小姐接话说 我得陪你到最后一刻 你出风头 我也得跟着沾点光 坎特都傻了 这又什么光好沾的 庞特小姐说 给自己做广告啊 搞不好火了 能去好莱坞发展 不说远 前年那次爬旗杆比赛 我差点就红了 说起这事 庞特小姐就来气 一共八个人参赛 她拼了命的把七个熬下去 终于拿了第一名 当时下面就有好莱坞导演喊 要她做女主角 谁知道下来 令人就反悔了 坎特忙问 为什么 庞特小姐很失落地说 我在旗杆顶上 比在地面上看着苗条 得多得多 故事说完 巴特勒先生的电话刚好结束 搞定了 他帮坎特家里 终取了三百块钱 唯一需要坎特做的就是 等会儿跳楼之前 在电台里说几句话 简单得很 等电台装好了 零要跳楼了 对着麦克风说 我最后的希望 是抽一支 清气蛋盘香烟 说完就跳 就这点事 坎特激动的 简直不知道怎么感谢 别说一句 就是说十句 一百句都冲 这档件 电台广播响了 先来个预告 清气蛋盘香烟 请吸清气蛋盘香烟 不吸清气蛋快乐无处理 不吸清气蛋天堂进不去 不吸清气蛋处处要碰壁 诸位听众 诸位听众 请在一小时之后收听我们的特别节目 自杀者的最后希望 今天下午五点整 自杀者 Kent准备在华尔街大阔大楼 第42层楼跳楼自杀 自杀之前将被听众报告 他的最后希望 自杀的转播由本电台担任 一切询问 请光525511电话 请吸清气蛋盘香烟 一个小时以后 电台才能把转播机器送来 巴特勒先生告诉坎特 我们要利用这个时间 多为你家里酬点钱才是 坎特眼泛泪光 哆哆嗦嗦地问 巴特勒先生 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巴特勒先生摆摆手说 算了算了 你到那边 帮我在上帝面前 多美言几句就行了 话音未落 生意这就来了 马克里尼父子西服店要做广告 巴特勒先生朝庞特小姐使了个眼色 用手捂住话筒 第一声咕噜几句 电话一料 也有300块钱到手 唯一需要坎特做的就是 临跳楼之前 穿上马克里尼父子西服店的西服 坎特心里咚咚直跳 他还从来没见过600块钱 巴特勒先生笑 能为你家里做点事情 我心里头也觉得非常愉快 不过在此之前呢 要先研究一下跳楼的原因 我不是跟您说明白了吗先生 为了失业 为了能干27种活找不到事情做 为了不愿到朝鲜去送子 这个怎么能广播出去呢 这不怎么替共产党做宣传了吗 这样说就太不浪漫了 巴特勒先生灵机一动说 还是爱情吧 年轻人为了不幸的恋爱 这个多带劲 庞特小姐也说 对对对 为了恋爱 为了伟大的爱情 那么就为了我吧 为了我怎么样 把我的照片都在报纸上 让记者们都来访问我 到时候红了 准能去好莱坞发展 巴特勒先生很为难地看了一眼坎特 坎特会议 也犯热泪说 就怎么办吧 反正我一跳 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了 正说着 门被狂闹一声撞开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哈罗门玻璃制造公司董事长 哈罗门先生 不用多问 还是做广告送钱 哈罗门先生是个浪漫派 除了做广告 他也十分好奇 究竟是为了什么样的女人跳楼 巴特勒先生抬手一直说 远在天边 记在眼前 哈罗门先生 仔仔细细端详一番 哎呀一声 很深情地说 理解理解 要是我 那肯定也是要跳的 还是说说重景事吧 哈罗门先生 陶坠服墨镜告诉坎特 我的要求很简单 林跳之前戴上 说几句夸奖的话 不复杂 就说 哈罗门玻璃公司出品 果然是名副其实万分安全 用他来做眼镜 由第42层楼掉下去 人碎了 玻璃还是不碎的 这当家 巴特勒先生早已拟好合同 哈罗门先生结果一看 职户太贵 巴特勒先生说 这个没法子呀 都是为了坎特 无依无靠的老母亲 等于我们做了点慈善实验 哈罗门先生点了点头 转身走了几步 又停下说 等着我 我一个小时之后再来看日呢 坎特面露苦涩 他突然觉得自己 成了动物园的猴子 被人家摆弄来摆弄去 很不爽 可一听巴特的先生说 只要这么下去 最少能筹三千块钱 马上露出笑来 他这辈子也没见过三千块钱 他突然想通了 要不 不死了 随便找份什么活干吧 巴特勒先生摇头说 你干两天不是还要失业的吗 以后怎么办呢 坎特说 以后再说以后的事 想跳楼随时都可以跳马 巴特勒先生不高兴了 这是什么话 以后再跳就不新鲜了 再说 这次你要是骗了人 以后就没有人相信你了 我们做事情 是要讲究信用的 再说 说不定有好竞争的人 来把你的好机会给你抢走 这样一来 你的家属就连什么也得不到了 不是吗 坎特正琢磨呢 庞特小姐手忙脚乱的终于把合同打了出来 就这一会儿来了七八家 他两只手都不够用了 巴特勒先生乐得合不拢嘴 利落地把跟坎特的合同签了 又忙吩咐庞特小姐 叫他出去再找个打资源 多加钱嘛 好奇的坎特哟 随手那么一番 好家伙 感情一笔是一千两百块 巴特勒先生赚九百 他再拿三百 坎特不乐意了 凭什么 跳楼是我跳 又不是你跳 巴特勒先生供道 气势汹汹地说 我给你弹好了三百块 这是你同意的 对吧 我赚多少钱 那是我的事 对吧 大家凭本事吃饭 红眼并可要不得 说完 巴特勒先生又补了一句 没有我 你能赚到三百块吗 三十块都难吧 怎么 跳啊 你直接往下跳 看看你可怜的老母亲 他能得到什么 坎特不说话的 脸憋得通红 手都开始哆嗦 巴特勒先生灭了他一眼说 还有问题吗 没有的话 我们把广播的稿子对一对 这个是绿马 在我充满苦恼的日子里 只有过一分钟的幸福 那就是我最初尝一口 绿马牌威士忌酒的时候 还有口香糖 在我 中王念电话又响了 原子生化药膏场 巴特勒先生很熟练的说 没问题没问题 一千两百块钱 厂长讨价还价不成 问能不能分期付款 付款行刑 哎呀 他也不能零碎往下跳 这可不行的 嘿嘿嘿 电话一料 巴特勒先生就极其专业的 挤信你的两句广告词 我带着满头的头发死去 是因为 我一向是用原子生化药膏 坎特不见 我没用过怎么说 巴特勒先生没工夫搭理他 顺手抄起西服店的稿子开始念 我最后的希望 是穿上马克里尼父子西服店的西服 电话又响了 真是一个接一个 接都接不过来 不懂巴特勒先生开口 那头就自爆家门 说是海沃德西服店 巴特勒先生犯难了 这可麻烦 已经有了马克里尼父子西服店 总不能穿两套 那看起来太别扭 再说了 人就一个 也不能跳两次 一听那头说 啃出双倍价钱 巴特勒先生当即拍板 就这么定了 穿你的穿你的 看他人都挺傻了 钱还能这么赚 他不明白 两套西服怎么穿 词又怎么念 巴特勒先生笑了笑 这有什么难的 我人生的最后希望 是穿上马克里尼父子西服店的西服 我人生最后的最后的希望 是穿上海沃德西服店的西服 当然了 再能有第三家还能继续家 无非是多来几个最后嘛 这种骄傲呢 庞特小姐慌里慌张冲进来说 不好了不好了 安德逊夫人来了 巴特勒也吓一跳 这娘们鬼里鬼切 她来干什么 她要打广告 果不其然 安德逊夫人那里鬼不够用了 听说有人跳楼 特来招聘 她原先有自己运用鬼魂的 就是富尔东先生的鬼魂 她本来很收本分的 来去准时 说话又符合时代的要求 好比说 杜鲁门她绝对拥护 战争她也绝对拥护 可是最近不对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敷上一个黑人的体 从此态度就开始放肆 什么打造杜鲁门啦 拥护世界和平啦 巴特勒先生一听 头顶的波浪鼓一样 是是是 太放肆了 既然说出这种话 马上禁言 不行就拉黑 封号 话风一转 巴特勒先生问 你是准备 现在我们决定了 雇用你这里自杀者的鬼魂 为了在阴间 安置下我们自己的一个人 事情很简单 你死后 我们每星期 招你的鬼魂来一次 你的义务是准时候降临 我们要你说什么 就说什么 又一笔交易达成 照这个速度 坎特跳楼前准了凑了三千块 坎特脸色很难看 自言自语说 我连灵魂都出卖了 我真不知道是哭好 还是笑好 巴特勒先生说 别钻牛角线 钱好 这里同意吧 正说着 电台转播器送来了 与此同时 庞特小姐手里的广告申请 诱厚了一倍 厚到使她苦恼 太多了 多到做不了 巴特勒先生翻了翻说 这样吧 赶紧找办公室 找一个更高的 窗户更大的 一次可以跳好几个的 还有 立刻去报纸动一个启示 就说 凡是决定了自杀 并且愿意保重家属生活者 请联系巴特的证券行 殊不知 就在这时 屋里的三个工人 串联起来了 两个有工作的工人 使那个实业的工人 突然就看到了人生希望 更重要的是 使他第一次认识到 工会的伟大 一个叫麦特的工人 告诉坎特 别一个人蛮干 加入我们工会 有什么问题一起面对 团结就是力量 好家伙 这几句话听完 坎特浑身的劲儿 他不跳了 他打死都不跳了 巴特勒先生龙笑问 我们签的有合同呢 你说不跳就不跳了 开什么玩笑 哎呀 吓唬人哦 撕掉可真想得出 巴特勒先生告诉坎特 有本事你就撕吧 只要你能赔出 三千块违约金 不然呢 不到一个星期 不仅你得跳 你可怜的老母亲 也得跟着你跳 坎特被吓坏了 一个劲的往后出流 大气都不敢喘 这时迈特站了出来 安慰坎特说 别怕他 我马上去找我们工会书记 一定要相信工会的力量 眼见迈特走了 巴特勒先生问坎特 笨哪你 把我们都打倒了 你就有工作了 天上吊的 天真 众说着 彼得保罗教堂 德高望重的 欧哈罗神父到了 踏来巴特勒先生 我是真没想到 最起码的一点 人自杀是有罪的 神父摇头 若有所思的 走到坎特身边说 我的孩子 只要你没参加过罢工 和示威游行 你干什么都能得到宽恕 只要 只要跳楼之前 对麦克风说 唯有第五大道的 彼得保罗教堂 才能祈祷天主 赦免一切罪恶 巴特勒先生 马上接话说 神父 这个事情倒不错 不过 你得先交广告费 哎呀 神父 你看 我赚这种钱 天主 不会责罚我吗 怎么会呢 天主 是最仁慈的 话说神父 前脚刚走 后脚海沃德西服店的西服 就到了 崭新兴的 与此同时 麦特也把工会书记 库博同志请到 这位库博同志大有来头 他不仅是工会书记 还负责宣传工作 他今天来 就是为了实地考察 亲身体验 好回去写个剧本 一个工人被逼跳楼的故事 巴特勒先生欢迎 一百个欢迎 只不过呢 这剧本写出来上演之后 收入的百分之三十 应该归 巴特勒证券行所有 库博同志笑 想了想说 可以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巴特勒先生 在纸上滑了滑了 见坎特换上西服 马上凑过去一通猛话 并顺便 帮坎特 熟悉熟悉广告词 海沃德西服先说 说完了 和绿马牌威士忌酒 顺序不能颠倒 在我这充满苦恼的日子里 只有过一分钟的幸福 那就是我最初喝一口 绿马牌威士忌酒的时候 坎特刚刚端起酒杯 重要喝呢 哈罗门先生 狂到一种撞进来 一头一脸的汗 热闹 下面人山人海 看热闹的拍照的 挤都挤不动 巴特勒先生端起酒杯说 这笔生意划算吧 跟我做生意 永远不为吃亏 坎特在一旁候着 突然提高音量说 巴特勒先生 你能不能叫我一声先生 从来就没人叫过我先生 巴特勒先生和哈罗门先生 笑得前仰后合 行行行 先生就先生 干一杯吧坎特先生 不大一会儿 电台乐队到了 巴特勒先生又叫了一遍 跳舞吧坎特先生 两遍先生把坎特叫的 真以为自己冲了先手 可是一旦开口说话 聊点什么 就马上露像 坎特飘飘然地问 巴特勒先生 你对天气怎么看 巴特勒先生 瞥了一眼说 秋天嘛 还能怎么看 用眼睛看呗 哈罗门先生 打圆场说 别聊天气 聊点别的 比如说 最近上映的那场 莎士比亚 巴特勒先生 用余光撇了一眼坎特 转头跟哈罗门先生说 他连礼服都没有 还莎士比亚 你这不是对牛弹琴吗 眼看气氛越来越亮 库博同志耐不住了 凑到坎特身边问 咱们谈谈理想 谈谈人生 假如说 生活不摧残你 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巴特勒先生 眼急腿快 一个肩膀冲过来 又把那包 清极蛋白香烟 往坎特手里递 坎特欲伸手又缩回来 他说 这烟难抽 他想抽 巴特勒先生的血架 你想抽我的烟 简直有点得意忘形你 Kent Kent 他可没称呼你 Kent先生 你注意到这点没有 他连一只血栓烟都舍不得 太可恶了 要是我是你的话 我就不能答应这个 对 你想干什么你 挑起来了 库博同志趁热打铁 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 问得坎特毫无招架之力 库博同志问 坎特你想想 巴特勒先生是真心尊重你吗 不是的 他只是为了钱 你再想想 他赚多少 你才拿多少 公平吗 最重要的是 今天这个场子 核心人物是你 他们都要依靠你 如果你不跳了 他们会立刻破产 听到这 坎特的胆子 瞬间放大十倍 甚至一百倍 一千倍 他就要抽烟 还就要抽雪茄烟 哈罗门先生 站了近 马上递根说 抽我的抽我的 坎特先生 坎特转身容调说 不要 我就要巴特勒的 巴特勒憋的通红 不情别愿的打开酒柜 乖乖奉上 谁知道 坎特依旧是不依不饶 他说这是戴克的劣质烟 他不抽 他就要抽巴特勒自己抽的那种 没法子 巴特勒只好放下身段 放下尊严 打开抽屉 双手奉上 坎特一下子体会到权力的好处 吸了几口来劲了 把庞特小姐叫来 吩咐他出去买奶油蛋糕 还说 一定要楼下英国商店的那种 庞特小姐一脸蕴色 看了看巴特勒 又瞧了瞧哈罗门 坎特见他没动静 立马威胁说 三分钟内见不到奶油蛋糕 那我跳楼的时候 就故意把你名字说错 又一次体会到权力的好处 坎特更加肆无忌惮 他问巴特勒 你估计估计 跳下去要多久落地 巴特勒说 两三秒吧 最多三四秒 坎特不接话 问巴特勒要表 叫哈罗门也把表摘了 坎特接过表 一手捏一支 突然猛地往外探头 把巴特勒的表丢了 仨人动大了眼盯着 好家伙 落地已经是一分钟后的事了 哈罗门忙打圆场说 也许 也许是我的表 走得太快了 被坎特这么一搞 哈罗门吓得吓死了 抄起踢包 拔腿就跑 巴特勒倒也想跑 可问题是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距离广播还剩七分钟 坎特不跳 他就活不成了 偏这时 那库婆又把坎特拉到一旁 库婆告诉坎特 你想想 为什么会有战争 战争对谁有利 没错 对资本家 他们操纵市场 从股票中赚钱 造武器 卖武器赚钱 工人呢 工人被重批重批地 送上战场的炮灰 困难不是自然的 困难是人为创造出来的 坎特听完 眼睛都红了 他猛地吃下西服说 巴特勒 我不跳了 巴特勒陡然沉下脸来 可怜兮兮地说 你不跳 我要赔多少钱你知道吗 会倾家荡产的 你这样逼死我吗 坎特不为所动 巴特勒威胁说 你凭什么不跳 我没有合同呢 再说了 你要付违约金的 你付得出来吗 这时 麦特突然凑过来问 巴特勒先生 我跳 如果你付双倍价钱的话 巴特勒常常吸了一口气 又缓缓吐出 他已经气懵了 连问一句 为什么跳到来不及问 就赶紧让庞特小姐拟合同 可是另一边 库博同志却站出来说 如果巴特勒不履行合同 他就要赔偿坎特的损失 巴特勒很勤勉地笑笑 将合同撕得粉碎 走到窗边说 合同 让你的合同见鬼去吧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巴特勒上一秒撕毁合同 麦特就立刻抽身闪人 时间上不早不晚 文哲狠地卡住电台开播 一分钟过去了 两分钟过去了 三分钟过去了 楼下已经乱作一团 办公室的电话 也以狂轰滥炸式的响 此起彼伏 开播时间过五分 广告商们终于耐不住 一英文上 将巴特勒团团围住 Kent 你看 远远的我们可以看见 另外一个国家 放出来的光芒 这是我们美国人民 最后希望的蜀国 也是全世界人民 最后希望的蜀国 Kent 勇敢地活下去 为了将来能过好日子 坚决地斗争 在我这充满苦恼的日子里 只有过一分钟的幸福 那就是我最初喝一口 绿马牌威士忌酒的时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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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